孟魂19年的133日真斯坦的新预告横空出示那种现代都市现后怪谈的神秘感 光与音效彼此呼应所传达出的压迫感以及别出心裁的转场的炫酷感 让这个预告的每一个分级都创在了我这种怪谈 后者的性屁肠一把将我牢牢吸入直呼这种我看过最好看的这个预告片 然后一年之后的下一只预告它变成了一个打鬼吐油 我感觉有点不大对劲了 结果等它发售后我看着各家媒体抓破头皮的高情浪发言 哈哈果然那还用说他真的拉了夸 甚至可以说说这几年里面数一数二的拉夸游戏 幽灵线东京内容组真的该跪起来叫美风组的大哥一声爹 但就算是这么叫了 还久不回来这游戏 东京东京一座我从来没有去过 但又熟悉了好像自家后院一样的城市 它时尚 它潮流 它市井 它古朴 而幽灵线东京又取材在色谷这一大块片区域 并且从外观上进行了接近于1比1的还原 那心里熟悉了标志性建筑 比方说色谷109色谷站在游戏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但也并没有就此丢弃了那些住宅区那些错综复杂的小巷 它全方为了还原来做了城市的一景一帽 它打造出了一座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东京 虽然这个东京没有活人 另一边高耸入营的水梨森林也给予了游戏相当丰富的维度 百货商店 施工现场 废弃大楼 地下车站你都能进 虽然进去都是副本 但是好歹你能进 这就让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楼宇间寻找前往防点的道路成为了一种挑战 游戏给予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去探索那座你只能仰视的城市 去发掘那些不为人质的阴暗角落 穿梭在未曾涉足的横堤 现在你站在城市的肩膀上你成了东京的主人 然而这充满烟火气的场景与游戏阴暗的美术风格 却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刚才还跟你嘻嘻哈喇的朋友撇的一下被龙屋带去了玻雷塔尼亚 那本甘仍来仍往的色谷战 如今只剩下白鬼夜行的残祥 遍地散乱的衣服与哀嚎地寻找主人的阿柴 这样的古怪以绝望的氛围刻画了淋漓尽致 它的美术很好地将写视与阴间的风格 衔接了起来给了一种非常非常新颖的体验 这种阴间风格的东京 或者说这已经不是东京了 它应该改个名字叫歌坛 为了表现了群魔乱舞的时刻 轰沾了阴间的氛围 游戏里全程都是夜晚 大部分时间还在下雨 导致了画面效果非常的不稳定 你明明知道细节还算丰富 但是大部分时间你看不清 在搭配上亮着伤眼睛的光污染 比起什么炫酷的赛博风格 让我更好几位让它开篇 没有带一个光明星跌弦的警告 而一旦开始下雨 整个画面水平直接寄了 在日本这么个国家 它水有着非常多的含义 它神圣 它喜地污秽 它连接着生命的起始 它也相当着一切的终结 所以很多吃生驴鬼灵异事件 都和水和鱼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当然在幽灵县东京中这场鱼 就好比老头怀里的鱼猫戒指 它没有它没有任何的乱用 增强敌人限定boss或者什么 只有下雨才能完成的之前 no 几乎没有 下雨所附带的只有PS5的 疯狂吊针和糊的一逼的场景 一下雨就开始吊针 一下雨就开始糊 在FOV本身就不算高的情况下 光污染 屏幕抖动 吊针 还糊了一滴 啪了一下视觉效果全部完蛋 整个美术灾就灾在这么一个下雨上 但是好歹美术本身还是很来劲的 只要不下雨 我走在色谷街头还是很有感觉的 如果这不是一个游戏 我甚至愿意称作为 视频上最好的色谷旅游模拟器 但可惜 咱们不能抛开事实聊事实 这游戏确实有一个水平很高的美术和场景 但它复古的开发界玩法 和毫无深度的战斗体验 我觉得没有人会去把它当成土游来看 毕竟预告片做的确实很有意思 悬疑氛围拉满世界观嫩有趣 真的 你把我头打烂 我都不会想到这居然是个开放世界 打枪土游 我更不会想到居然能把打枪做的这么无聊 预告片里的风元素 水元素 火元素 弓箭 还有无头街gay 细长龟影什么 blahblahblah 那么多的东西 简易嫩帅 总不至于无聊吧 都市传说 日本妖怪这么好个题材 有无数可以直接参考的怪物形象 但凡整点什么八尺学履高速老太婆流来流去 你在我这都有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 还真就没有 整个游戏打从怪物组那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还是算上小boss和精英怪的 其余就全按一个模组的升级 无头街g 生机人穿黑水肉服的无头街g 生机人穿蓝装的无头街g 最后生机人天然雪子和李东千枝 没了 我老天婆呢 我狗头人呢 我万万没有想到游戏第一幕那磕成的白骨夜行 居然有这游戏里80%的怪 一个讲怪谈的游戏没有怪谈 上次遇到这么憋屈的尸戏就是保护我们剪盾 哪怕 哪怕这些怪物像杜姆那样各有各的弱点 有独特的AI有独特的攻击方式 需要用武器剪盾的打击也好 也没有 人家就不信这一套啊 每个怪要不冲连砍你 到要不哥老远往那边放炮 没有任何的特殊机制和还原怪谈特点的演出 裂口律不会再想要问你我飘飘了 八尺也不会啵啵啵的看着你笑 这一期根本就没有八尺 你从头到尾打的每一只怪带给你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是你长的不一样的火把子罢了 玩着玩着我突然就误了 这不就植物上的僵尸啊 还是第一大关性低 不过人PVC好歹植物种类也多啊 光一个弯豆出手就好几个变种了 然而在幽灵线的攻击方式 这回是真的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了 还记得预告片吗 就风元素水元素火元素攻击那几个 对 这就是你所有的攻击手段了 该说是他们家10层还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做预告片都只是展示一下玩法 怎么你家怎么你家做个预告把所有东西都放出来了 怎么回事呢 是啊怎么回事呢 大部分时间还得把弓箭这个前行用的武器去掉 就三个元素换着换着打 也不用去想什么元素克制的东西 没有没有 区别只有伤害范围击退值 你从头到尾就是摁打 摁打每一只怪打破防的处决 处决让他打下一只 没有动作系 不需要你动脑子 你只需要摁打 瞄准把准心放在敌人上扣扣机 瞄准把准心放在敌人上扣扣机 他妈真撕都能给这套玩法整破防 你就打包变成游戏格锻炼四个者是吧 活脱脱浪费的赛博大鬼这回兴起的题材呀 前两个小时 当你拿上了索尔能以后 你基本玩明白的战斗之后 你后面的18个小时就重复这两个小时了 这20个小时的主线说白了就是2乘10 包括开放这些内容 不得不承认前两个小时我真的被糊弄到了 他出色的美术和地图 给我展现了相当有趣的内容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以为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结果它已经结束了 仿佛这帮人把地图做完之后 就开枪并度假去了 填充开放这些内容的重要工资 就轮到了看家的小孩手上 然后在小孩最喜欢的游戏叫刺客信条 这整个世界里塞满了据点站 鸟看点收集物 塔防支线而交互的方式 就是进去打怪和跟人混走 打无数场无聊的战斗 打完了捡东西走人 关键他们连藏东西都不会藏 他们完全不控制那种密度了 打开地图的密密麻麻的图标 简直在强点我的整页 问就是一个字 拉买 而这种非常土的开放世界 最适合的就是阴眼视角捡垃圾 所以你探索的实际玩法 就是阴眼视角捡垃圾 游戏的终极收集目标是救人 因为东西的人被龙武笼罩 失去了形体 但是他们的魂都还飘在外面 只要把他们吸进形态 就能救他命运 于是你能在游戏的每个角落里 每一个楼顶上看到这种 飘的灵体团 就一个人平均得到百来个灵体 每就一定数量的灵体 你就得回去打开电话 轻供一下自己的包包 那么总共要救多少呢 24万 对 你没有听错 一坨灵体值100 你总要收集24万 但是你就堂而皇之地 把24万分之多少 直接标在于安安给你看 这是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这是我见过最差的收集皮奖力系统 出了话 我不需要你随着随地告诉我 还有几十万的垃圾没见 我更不需要你反复提醒我 我在做的一切都只是 朝一个死巴巴的数字前进 更何况 这游戏里面干的所有事情都和这24万离不开 你想方就把缺了一个楼顶 得到的奖励是24万分之100 你打了一个小型巨脸 得到的奖励是24万分之500 你做完一个大型之前 得到奖励是24万分之1000 内容同质化我认的 这很正常 做开放人籍都绕不开这个问题 但是为啥 为啥奖励你们也能同质化的 我费百八二斤打个小塔房 我做个小值线 和我在路上随便捡个垃圾给了奖励 他能够请你来探索欲望吗 他不能啊 我放眼望出来楼顶上一坨一坨 而灵体那能叫灵体吗 那全是24万分之多少 这24万就跟个诅咒一样 全程笼叫在你的流程里面 只要他存在 你干的所有事情都显得没有 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就跟你月薪三千药 你掌个24万副手富一样 我们犯了什么时候 玩个单机也要上班的 好不容易有个不同的知性了 你能遇见什么合同之类的妖怪了 你做完之后给你个啥 给你个限定的升级素材 换句话说大概就是五十分之一 并且开启这个妖怪的 一系列专属收集任务 也就是说 你做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支线 然后支线的奖励是 你可以再做这个支线五六遍 我操你们真的 你们真的吗 是天才呀 那腿一万不说嘛 好歹我终于能看见那些妖怪了嘛 玩法肯定也会多了一点点吧 那么这是一个狗狱任务 又包括了哪些呢 有守护木铃的坦房 有追着连右跑的跟随任务 有前行抓合同 有看一眼找错不同子 是不是觉得这玩法好像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哇哈哈 居然和大地团上塞的东西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 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无非是把奖励从二十四万分之一 百换人五十分之一 再把MPC换人有独立线魔的妖怪 然后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全新的支线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怪谈 这他妈不纯粹糊弄鬼了吧 玩家在开放事件里做支线 想得到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奖励 独一无二的小剧情 而不是做完这个支线开启 大地团一大堆和这个支线一样的问号 然后把这个支线又变成了一个新的重复作业 我来这游戏里面找鬼 你把我当鬼来糊弄 你是林真一我是林真一啊 别人家塞列龙不说全部从样吧 起码一个东西来玩出不同的花 林真一怎么就看出最后看出被两件玩事了 如果做开放事件无聊是一种罪 那你们已经武器死刑了 这个开放事件里面最棒的体验 居然在楼道里面到处跑 你需要想办法在有限的能力下 去到另一边的楼顶 在百活烧那里面找了一个能用的电梯 或者通过地图中限定位置的天狗 来跨越地形在滑翔过去中 它的地图深度完全是够的 你要真想在东京六路玩其实也还行 但是偏偏 偏偏这游戏能在非常早期解锁 一个随便召唤天狗的能力 简单概括一下 就是你可以跳过所有角落的过程 直接飞到任意一个房地上移不到位 那你们搭这个地图是不是有点 是不是有点浪费 一开始我以为自己在玩林真一 然后发现哦不对不对 林真一打鬼比这个花样多 这是刺客行李 哦对了对了对了 刺客行李做不到这么烂 这游戏还不被怪这场比 哦不对不对 这游戏其实是自助查魔力气 通过后我又重新找 他们开发的访谈看了一遍 嘿零猜怎么着 人还真没撒谎 我是完全无条件相信他们说 主线15小时 全这些40小时的游戏时长 因为就算我轻得那么努力 通过还是只收集了大概一半的灵体 剩下那一半要怎么找 我连我连想都不用想我就能想到 首先飞到一房子里 然后开阴眼视角 然后嘿 嗯 下面有灵体 从上去吸了回来继续重复 直到你收集完整整24万个灵体 24万啊 我的天 还有一大堆玩具 狸猫地藏 不让这些收集 我通关游戏 我那个麻辣的感觉 如果世界末日 只有我和装饰者游戏的PS 我宁愿 我宁愿创PS5 把这些创死我 比方再打开这游戏 我最近几年 玩家群里最近几年 看过无数个开放这些游戏 不是说光今年开出 这才三个月 就已经有四五个 这种类型的游戏了 各家厂商都在努力的 把自己的优点拼命呈现 给玩家里掩盖 开放世界本身的印象 它可以是更好的画质 更有趣的内容 跟出色的内容 甚至的瞎嘎玩梗 但是绝对 绝对 没有哪一家敢把内容 做到重复如此之高的地步 喇叭是阿越的罐头 人都会多少往里面塞 点有的没的东西 来保持新鲜感 但是幽灵县东京 或者说幽灵县歌坦说 No 让开放世界 回到纯粹 回归现实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 上班是坐牢 还房贷是劳改 那么在游戏里 就应该玩得像个黑驴 这就是开放世界的究极心态 Be Pure Be Real 哦对了 是我的失误 他们官方说 这不是开放这些游戏 这叫沙河地图动作冒险游戏 沙河地图动作冒险游戏 是啥玩意儿 我收拾 沙河地图动作冒险游戏 这个比较全一点 出名了有辐射76 GTA Online 2077 大表俄二巫斯 这不还是开放世界吗 说了行人 你拿小鸡盾蘑菇盒子来装 我就不知道里面塞二老 他算差一样 隔着玩特洛伊木马是吧 但是真思还一直在拼命的帮天狗插屁股 说这不是恐怖游戏 这不是恐怖游戏 我倒觉得它是 它的无聊程度让我感到恐怖 整个游戏一直在疯狂的做 矛盾各种设计单拿出来看没啥问题 抽一块就开始打架了 有个维度很深 还算有意思的地图 然而那人物塞的稀烂 还有能直接无视地图设计的 这就是它的能力 导致地图大了全部白给 明明做了好几种 敌人那又不做细致的区分 不管打哪个技能体验 都没多大的差别 就是打火把子 导致战斗体验跟着拉西 地图让洋洋沙沙 给你标了一大牌的直线收集 玩点道理看要做的事情 全部一样 连给的奖励都一样 生生的24万 指引着我们前进 政治者游戏 为了去凑一个 毒剩死的自制性扳机 把互动处决 瞄准在这个非常重要 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按键 全部塞在了左耳朵上 导致你在战斗中想 瞄准无操作者处决 然后罚战想见东西 莫名其他拉几了 几段捡不起来 这些东西它能凑一块吗 它不能啊 美术场景明明拉得很满 但单薄的玩法 丝毫配不上美功能付出 就搞得好像这种感觉 太不舒服了 太怪了 怪了我整不瞄 无所谓我要玩这游戏了 我想看美术 完全可以去看农村镇 看妖怪手表 别让人家妖怪又多又有趣 玩起来很有意思 我而想看手的话 为什么我不去看番茄 同样能把我看睡着 人还让我睡得更舒坦 重新回顾一遍 幽灵线的预告片 让我再次确信了 这游戏最好的体验 应该是在B站的MED区域 做游戏预告片 确实是一门学问的 在贝塞萨拉连会上 三人真斯突然说 下面请认为 幽灵线做了好的同志 做了会场的左边 认为做了差的同志 做了会场的右边 大部分人做了左边 少数人做到了右边 只有一个人 还在中间出了不动 三人要问 这位同志 你到底认为幽灵线做了好 还是不好 同志回答 我认为他做了不好 当然我买了他一年 下车独占 三人真斯慌忙的说 快快快 那钱林赶快做了主席 带上来